宜蘭一直是北部民眾週末出遊的選擇之一 而縣內首作以原住民族文創商品以及美食行銷的蘭陽原創館 開幕至今營收成績亮眼 今年是規劃四大行銷重點 像是每月主題活動、市集、文化體驗及打卡裝置藝術設置等 而縣長林寺廟8號親自前往原創館視察 這裡有音樂、舞蹈、文創、藝術、文化、市集、觀光 都齊頭並進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原創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位在宜蘭市區內的原創館交通便利容易到達 不過在地商家表示有遊客反映 停車場只是不清楚的狀況發生 開車 對 原則上這邊還是一樣是必須導航過來 那停車位的話我是只是說 他這邊指示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只能路邊停車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標示的問題也好 尤其這兩個不太好停的話 他們在停車的部分就發現到說好像有一些困難這樣 打開地圖一看 原創館周邊就有三個收費停車場 加上兩個林建原創館及市公所的免費停車場 算算就有五個 停車場並不缺 只是市公所停車場假日不開放 大家想想免費停車位就得各憑本事碰運氣了 有的遊客他或許是不是很清楚說該停在哪裡 因為我們周圍其實還有蠻多的一個收費的停車場 至於那個周圍還有一些沒有開放的 那未來我們會跟市公所這邊再來做一個合作 看假日是不是多開放一些停車的一個空間 宜蘭縣議員孫湯玉慧也表示 將擇日與縣府市公所一同會開 引力解決遊客停車問題 讓遊客可以更方便的停車 進而提升遊玩原創館的意願 原新聞稿造物流宜宜蘭市採訪報導